幾年前旅居挪威 經過不同文化的洗禮後 打開李豪宗許多新的想像 對於觀看世界的角度 更加多元豐富 如今他決定將這段 難能可貴的經驗分享給讀者 我覺得至少就我個人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 就是 我曾經在 挪威 他一個被聯合國 評鑑為最適合人居住的國家 生活過 其中 在挪威生活的那段時間 最令李豪宗意象深刻的 莫過於當時震驚國際的 722屠殺事件 他們後續的 整個社會的平步過程 我覺得那也是展現出一個非常 一個小國 他很特殊的一個 精神文明 包括說 他們怎麼樣子 透過彼此之間的加油打氣 彼此之間的這種 原諒跟寬容 包括對於 在政治意識上的 或是在包括宗教信仰上的 這樣子的 彼此之間 給予更大的空間 去接納彼此的這種方式 讓整個社會在 很快的時間之內可以 皮膚過 經過挪威的文化洗禮後 李豪宗覺得單篇的報導 已不足以詮釋他認識的挪威 陸續透過寫書 表達對當地某個現象的體會 包括平權 環保 工作價值 育兒等 透過一本至少十萬字的書 才能稍微解釋一個現象 他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所以我每一本書 當我長得 不管從教育 從環保 從平權 或是從他的 工作的價值觀 或是他對於這個人格的養成 他其實每一個面向 都有我們非常 有趣的觀察點 除了挪威的經歷外 李豪宗太去年 也曾深入孟加拉難民營現場 為讀者帶來第一首消息 那是一個真真實實的畫面 那我覺得對於台灣的媒體 他有機會去到這樣的現場 就要做 帶回來呈現的故事 會比我們自己 都是二手訊息 都是國際的這種 翻譯的這些文章 還會更容易 更讓讀者在看的時候 可以有更深刻的感受 待過主流媒體 在挪威是一位獨立記者 現任上報主題 李豪宗覺得 每個階段 都是不同的訓練 造就了 可以多元思考的他